人间名利的背后不是沧桑就是肮脏 所以最名最利的人最到后来自己会很痛的 不追求名利的人是福啊有福的人 名利实际上就是用你纯洁的心作为代价来换取 放弃你人间的作为代价 所以要放弃人间的名利 你才能承传你善良的心灵 人之所以会活得很累 是因为我们放不下架子 撕不开面子解不开情节 所以人一生就活在痛苦当中 实际上能够把自己看低放下 你很快就会随缘 对缘分我们不能执着 记住了缘分像一本书一样 我们有时候翻书不经意的就会错过 我们把这本书读得太认真 我们又会有太多的苦和泪 所以用心学博 用自己的心装满佛性 你就是心灵佛性 心像个口袋 东西少装点就叫心灵 你把人间的什么的不好的东西都装在你的心里 那你就叫心眼儿 所以再多一点装的那叫有心迹 所以装的太多你就会心迹不好 学博人心灵要放下 心里放不过别人 总是既恨别人的人就叫没有慈悲 一个人有智慧的人要放下自己 看到别人的优点 愚者把放下当作绝望 你能放下多少 实际上幸福就有多少 很多人因为失恋放不下 天天天难过 男朋友已经离你而去了 还在家里自责 别人给你一个伤害 你在家里给自己造成一百个一千个伤害 就是你自己 所以放下也就放下了 结束就是结束了 过去就叫过去 所以过去的不可得 未来的还没有到 把握好今天 你才是一个智者呀